这个月要举办婚礼的网友真实如我 打开电子相册被自己的婚纱照着实给吓到了 王小姐说 她在今年9月份经过朋友介绍去拍摄了一组婚纱照 并且拍得挺好看 她自己也挺满意 上个月她收到了电子相册版的光盘 因为要装播放器看 我就打算等去公司再看 她打开光盘时看到这样的电子版婚纱照 瞬间被吓到了 随后发帖哭诉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恐怖的婚纱照 哭都没地方哭 这个月要举办婚礼的网友真实如我 打开电子相册 被自己的婚纱照着实给吓到了 王小姐说 她在今年9月份经过朋友介绍去拍摄了一组婚纱照 并且拍得挺好看 她自己也挺满意 上个月她收到了电子相册版的光盘 因为要装播放器看 我就打算等去公司再看 她打开光盘时看到这样的电子版婚纱照 瞬间被吓到了 随后发帖哭诉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恐怖的婚纱照 哭都没地方哭 这个月要举办婚礼的网友真实如我 打开电子相册被自己的婚纱照着实给吓到了 王小姐说 她在今年9月份经过朋友介绍去拍摄了一组婚纱照 并且拍得挺好看 她自己也挺满意 上个月她收到了电子相册版的光盘 因为要装播放器看 我就打算等去公司再看 她打开光盘时看到这样的电子版婚纱照 瞬间被吓到了 随后发帖哭诉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恐怖的婚纱照 哭都没地方哭 谢谢大家